65岁男子胃癌离世,长期喝普洱茶是霍根,医生说出了根本原因,中国人喜欢喝茶,这是众所周知的,随着老一辈喝茶习惯的传承,年轻一辈也开始喜欢喝茶,市面上各类茶叶层出不穷,除了绿茶、红茶、乌龙茶这些常见的茶外,很多花果茶也衍生出来,这是因为不管哪种茶里面都含有很多天然成分。 乌茶多酚、咖啡因、维生素在茶叶含量都很丰富,他们给人体带来的健康也是被很多研究证实,特别是对心脑血管可谓益处良多,但是却有人长期喝茶,喝到最后静患胃癌去世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65岁的刘叔叔在前几天因患胃癌不幸去世,其实在两年前刘叔叔就已经有不适的征兆了,无诱因烧心、反酸、呕吐且呈现进行性加重。 但是由于刘叔叔慢性胃炎已经十几年了,烧心反酸的症状经常出现,所以也就没放在心上。 自己习惯性吃点奥美拉座就觉得没事了,但是就在几个月前,刘叔叔的儿女见刘叔叔在家里经常说烧心不舒服, 那段时间精神状态也不好,担心胃炎病情加重,于是在全家人的劝说下来我愿消化那颗就诊。 门诊医生根据刘叔叔的情况做了胃镜检查,没想到检查结果净提示胃AIV期。 腹部CT可见胃壁增后,在胃镜检查下胃痘禁胃体侧,一环周不规则隆起。 肉眼可见充血水肿糜烂,取活组织化验,化验结果提示胃厄性肿瘤,且增强CT提示已经有食管,淋巴结转移。 听到这一消息对家人来讲可谓心理重创,由于刘叔叔之前已经患有慢性胃炎,医生就觉得奇怪。 曾经患病的刘叔叔平时应该很注意饮食习惯,对胃不好的食物应该也会自觉控制。 在询问既往时,了解到当初慢性胃炎主要是因为幽门罗杆菌的感染,但是除了胃不舒服,其他也没啥。 于是刘叔叔吃了半个月的奥美拉座,联合阿末西岭和克拉梅素就再也不吃了。 而且刘叔叔听别人说喝普洱茶养胃,于是经常买普洱茶喝。 每天从早到晚保温杯里的都是茶水,而且喝的茶又烫又浓, 别人尝了都说这味道苦涩。 泡太浓,但是刘叔叔不以为然,觉得喝茶越浓越好,而且觉得每天把茶当水喝最好。 这样的习惯从患慢性胃炎之后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了解完整个情况,医生心里大概就了解怎么回事了。 当初刘叔叔患上慢性胃炎,除了不规律饮食的影响,还有幽门罗杆菌的感染。 在这次幽门罗杆菌吹气实验中仍旧提示阳性,说明刘叔叔的幽门罗杆菌并没有根治。 加上长时间饮用普洱茶对本就脆弱的胃粘膜刺激比较大,因此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鉴于刘叔叔已经发展到晚期胃癌,医生建议刘叔叔住院做化疗,先减轻淋巴结癌细胞转移的情况再治疗。 但是刘叔叔的原基础疾病很多,化疗需要承受的痛苦也很大。 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刘叔叔的整体状态直线下降,胃口也越来越差。 在最后一次化疗之后,刘叔叔最终扛不住还是撒手人寰。 很多人都会表示不理解,既然很多研究都说明每天喝茶对身体好, 为什么刘叔叔还会胃癌去世呢? 长期喝普洱茶是胃癌的祸根。 之前很多新闻都说普洱茶里面有黄区酶素, 而黄区酶素又是食物中一级致癌物成分。 千万不能食用,但是在研究中说明, 之前一些实验采用的酶脸免疫法, 是不是用黄区酶素在普洱茶里面的检测。 使用其他先进检测方法,如液相色谱法, 都无法检出普洱茶里面黄区酶素的存在, 因此喝普洱茶因为黄区酶素致癌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那么普洱茶究竟对味有什么刺激呢? 普洱茶作为我国六大茶叶之一, 营养保健价值一直备受人们青睐。 主要是因为普洱茶中丰富的茶多酚、 茶色素、生物碱、他听类化合物。 其中生物碱所含的咖啡因和可可碱在普洱茶中首次剥离分析出来。 尤其是咖啡因, 在普洱茶中结合咖啡因含量和六大茶叶的对比实验中, 比例占据20%左右中。 但是在每日摄入大量的咖啡因情况下, 对不仅让人兴奋的过渡, 对味也是害处多多。 普洱熟茶养胃, 生茶刺激胃在两者对比的咖啡因含量测试中。 生茶的咖啡因含量明显高于熟茶, 在平时喝普洱熟茶最好在饭后一个小时左右喝最好。 这个时间刚好生茶中的茶多酚, 咖啡因可以刺激胃分泌胃酸。 促进消化从而缓解胃部的不是症状, 但是咖啡因对味本身就有刺激作用。 如果长期喝太浓的普洱生茶, 确实对健康益处不大, 特别是对味不仅没有保护作用, 还会损害胃粘膜, 又发胃的疾病。 在凌川县人民医院的调查研究中发现, 长期大剂量咖啡因吸入对迷走神经有刺激作用, 导致胃酸分泌增加, 胃内胃酸过多无法排空。 咖啡因还会兴奋大脑皮层, 使胃的运动增强。 长此以往对于本就有基础胃部疾病的人群, 而且喜欢喝生茶的人来讲, 在没有食物缓冲保护的情况下, 长时间喝生茶不仅不会保护胃, 还会造成胃部炎症, 冲血、胃溃疡和胃食道烧伤的概率增加。 除了普洱茶本身成分对胃带来的刺激外, 还有不恰当的泡茶方式, 保温杯泡普洱茶, 普洱茶长时间在保温杯里浸泡, 反复的热水会让茶叶的营养价值流失。 柔酸和茶碱大量渗出, 普洱生普柔酸含量高于熟普, 柔酸对胃有刺激作用, 大量的柔酸渗出对胃刺激作用只会加剧。 除此之外, 茶叶沉浸带来的污垢, 也会让细菌在狭小缝隙里面滋生。 长期细菌进入体内也会降低身体免疫力, 让身体基础情况不好的刘叔叔慢慢由胃炎演变成胃癌。 由此可见, 喝茶是把双刃剑, 正确适量喝茶茶叶中的茶多酚和生物碱作用 对神经血管作用益处多多, 一旦喝茶方式不当就会造成机体损害。 那么怎么喝才比较好呢? 正确的喝茶方式你得知道, 首先不要喝浓茶, 目前对于浓茶的概念没有明显的界定, 因为有些茶泡出来会带有苦涩味, 但是当茶叶量过多, 水量太少, 喝起来的味道过分苦涩, 就要注意泡的茶是否过浓了。 不建议喝浓茶, 因为喝大量浓茶会对心脏和肾脏产生不良影响, 普尔生茶和熟茶的咖啡液含量都是偏高的, 在喝浓茶的过程中大剂量咖啡因进入身体, 对刺激心肌增加呼吸频率和深度有可能加重心衰, 特别是对于不耐受咖啡因的人群来说, 高剂量咖啡因可能使短暂的心率不齐出现, 而且心肌梗死的风险也会因为超量饮用含咖啡因的饮品而增高, 喝浓茶还会对肾脏造成损害, 不同茶叶中浮含量各有不同, 对普尔茶浮含量的测定中, 熟茶的浮含量高于生茶, 但是不管怎样茶叶中含浮这是既定事实, 肾脏作为排泄浮的主要脏器, 长时间滤果对肾脏的负担加重, 而且长期大量饮用浓茶肾脏排泄功能无法满足摄入的浮含量, 就会造成肾脏内浮的堆积, 导致慢性浮中毒, 对于肾脾质和肾小管都有损害, 还要给各位纠正一个概念, 喝浓茶不能解酒, 很多喝酒之后的人认为一杯浓茶下肚可以迅速帮助酒精顺着尿液排出体外, 从而达到解救的目的, 但是事实上这样只会让还没有在肝脏代谢分解的乙醇迅速进入肾脏, 损害肾的健康, 其次不要喝太烫的茶水, 每种茶叶需要泡开的水温要求不一样, 但是热水下肚的损害是很早之前就被证实的, 热水会伤害整个上消化道, 从入口开始口腔粘膜就会遭受不同程度的烫伤, 进入食管后无异于将食管放在火锅里面烫熟, 食管上皮粘膜的修复有需要很长时间, 此时如果胃酸反流就会造成各种刺激, 长期反复上皮粘膜修复胃食管癌变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因此尽管很多人喜欢喝刚泡好散发着香味的茶水, 但是也要注意热水带来的危害, 最后就是烟酒茶不要一起, 对于男性来讲喜欢喝茶的同时还喜欢抽烟或者饮酒, 这些行为除了习惯以外, 还因为普众认为喝茶好处多多, 只要喝茶就可以抵消吸烟和饮酒带来的危害, 但是在对中国成年人的随访研究中发现, 饮茶对吸烟喝酒是没有保护作用的, 吸烟喝酒才是致癌的最大风险, 既然想要养生就不要做不利于健康的行为, 总的来看喝茶并不是完全有利, 正确的喝茶方法才能发挥最大的用处, 有益于人体健康, 因此在饮茶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注意茶的浓度、温度以及每天不要喝太多, 要想长时间喝茶养生保健康, 需要找到适合不同茶叶的泡茶方法, 才能知道喝茶泡茶的标准是什么, 只有适量才能健康, 才不会和刘叔叔一样喝得不对, 最后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